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去年12月 貓咪甜甜被女主人慈小姐帶到診所就醫 經醫生診斷 甜甜頸部傷勢嚴重 要進行頸部縫合手術 而主人亦承認自己在六個月前 曾幫甜甜帶頸圈 但就一直沒有留意到頸圈已經腐蝕入獄 以致傷口血肉模糊 而在12月26日 小狗Philip被王姓女主人帶到診所就醫 經醫生診斷 Philip仔被認為是受藥動物 傷勢是嚴重營養不良 過分消瘦 身體皮包骨 雖然已經在診所即時進行急救 但由於多處內臟嚴重衰竭 結果失救不治 診所認為兩宗案件事態嚴重 有嚴重虐待動物之嫌 決定向愛護動物協會通報 並且希望透過警方 餘護處和愛協三方組成的動物守護計劃 對相關涉案人士進行調查 甚至起訴 但令到診所職員感到意外的是 愛協居然指主人有帶動物去看醫生 所以沒有觸犯法例 而決定不用報警 當診所知道愛協決定不報警 而私下去報案的時候 警方判斷亦認為案件嚴重 還質疑愛協為何不報警 到底這個跨部門所組成的 動物守護計劃裏面出現了甚麼問題呢 我相信因為那段時間 有很多虐待動物案件發生 大家都知道警方 未能夠很有效率地 又或者他自己都承認 他們並未能很專業地 在動物方面的知識 當然是來調查到虐待動物案件 因為那個守證比較困難 所以於是乎 當然他們都不想成立動物警察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唯有一個所謂的折衷方法 這個折衷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他想找一些比較專業的機構 或者政府機關 去協助警方 去調查 和對付虐待動物案件 於是乎就玩了SPCA 和漁護署 SPCA不是政府機關來的 那SPCA是一個民間組織 但我又不知為何民間組織 可以幫到政府 成為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機構 一個跨部門的一環 這個是一個很有問題的其實 那當然漁護署一定要參與 漁護署因為他有專業的獸醫 去幫動物去做這個所謂的化驗 或者驗屍的工作 那這個當然依靠漁護署 但是不是 他的權責去到哪裏呢 這個就成為了整個計劃裏面 一個很重要的致命傷 就是說 原來漁護署或者外活動物協會 是可能將一些刑事案件 未去到警隊那裏 已經攔截了 由他們去決定那些 是不是刑事案 甚至是不是值得需要報警 甚至他們已經自行處理了 這個就是整個計劃裏面 最荒謬的地方 並不是由警隊去主導那件事 而反過來是可以由一個民間組織 或者由另外一個政府部門 去共同主導 那這件事我們是不接受的 其實以我所知 警方就不是把檢控的責任 或者決定給了其他機構 警方如果去報警方 警方就會做他的判斷 不過呢 因為警方就自己 不是有一個全面的專業來評估 所以他有些案件 他會問一些專家 那以我所了解呢 就是警方就當了 愛惠動物協會 是一個其中的專家 而是 也都有相當多的市民 就因為他第一個去治療 譬如平時我們去急症室 他那個是動物急症室 簡單來說 可能是這樣 有很多市民就經常認識動物協會 於是就去了那裏 於是那裏就會發現一些 如果那個協會 他覺得可能是 是虐待 那警方就會 比較重視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 他都當他是專家 專家都告訴你 是虐待 但是呢 就不排除呢 如果你去 直接去一個環頭 就是一個警察 去報案 而你有足夠的證據 那就是說服那個警察呢 那他一樣是展開調查 一樣是檢號的 不過呢 這個問題呢 最後就是正確所說的 因為你就這樣拿一些證據去 怎樣都好 補案都好 那那個 那那個 因為普通直立隊呢 就是他不是個個都認識的 是吧 於是他就會拿著證據 可能又問一些他的專家 其他專家 就是外國動物協會 因為快手 於是呢 就變成了 為什麼外國動物協會 就有個角色 就好像呢 甚至是會懷疑他呢 就是一個 阻礙啊 甚至呢 懷疑他們呢 就是 很多時候他們就是 會隔渣 隔渣 隔了一些案 就使得 大事化小小事化毛 都冒了一些案 這樣 就會有時候這樣的 但是無論如何呢 我就覺得 正如這個 這樣的擔心呢 如果 警方能夠有自己的專業的隊伍 還有呢 提高了那個意識的話呢 那就變成了 他就不用呢 就是下下 就有人呢 就馬上就 就馬上就 去動物協會 就可以直接去警方那裡 11月21號 觀塘的貓家族 是被血洗 三隻失蹤 兩隻呢 是蟲相 這幾隻貓呢 也是有主引養的 很明顯呢 鐵籠呢 是被人呢 穿開了的 但是也是 根據這個動物守護計劃的 成員呢 又說到呢 可能是被狗咬傷的 我想問那隻狗 有什麼本事 是把那個籠 左右兩邊去咬開 成一條直線這樣 穿到一個洞呢 這幾宗的事件呢 沒有一宗是拘捕了人 沒有一宗是落案 即使是落了案 有調查結果的那些 是不是代表我們就滿意呢 如果大家還記得去年5月的黃隱案的話呢 我在這裡想跟大家簡單交代一下 黃隱案呢 現階段的調查結果 現階段的調查結果呢 這個獸醫呢 就有提過呢 她懷疑黃隱呢 是 在街上 受了重傷之後 她很掛著 餵她的婆婆 於是她爬上天台 然後死在天台 這個是黃隱的死狀 請問大家覺得一隻跌成這樣的貓 牠有沒有本事爬上天台呢 大家會不會相信一個這樣的解釋呢 大家覺得這個解釋是不是科學混合常識呢 一些爭取開動物權益和福利的組織 眼見虐待動物的案件越來越嚴重 甚至有被低估 所以就決定聯合一起 去爭取成立動物警察 第一 大聯盟認為 一切刑事的案件 應該是交由警方第一時間直接處理 第二 大聯盟認為 這個動物守護計劃 根本就是駕藏疊屋 只會是拖延調查 免失事 反而是成為調查 虐待個案的阻礙和關卡 更有很多個個案 可能是因此得不到證事 是不了了之 從此消失 第三 我們更懷疑 剛才所講的數字 所提到的情況 是涉嫌五道市民 相信本港的虐待動物個案的數字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高 第三 大聯盟認為 本港必須成立 直屬於警隊的動物警察 第四 大聯盟是很開心見到 各大的政黨團體 在成立動物警察的議題上 是達到一致的共識 我們同心合力為動物爭取公義 美國做公司 以外的人開放 所謂的患者 他們為事 其他人 在外奔 合作 秩序 合作 主要 全然 成立 天使 精 他們是需要我們人類去保護 因為他們不能夠出聲 他們又不可以告訴警方 因為我自己也有一個親身經歷 我試過跑步的時候看到有人捉走貓 其實是貼了notice 我想是民間的力量貼了notice 說他是捉走貓的 但是我去警方報案 他就說你用手提去拍下他 有的話我們就做事 沒有的話我們不會接受報警 我覺得我們身為人類是最 應該是要保護他們的 但是很可惜 香港現在的虐殺個案很嚴重 我覺得應該要帶他們來支持